进入卡卡妮妮的大脑 卡卡妮妮应该是每个迷你玩家最熟悉的人物了吧 必须我们刚进入迷你飞机新手村的时候 就是卡卡和妮妮在欢迎我们 正好奇他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的脑子里没什么好看的 你要是去看妮妮的大脑吧 她的脑袋里有挂 臭卡卡 你脑袋里才有挂 女孩子的心思 难道随便给你们看 嘿嘿 既然两个都不想让我看 那我就一倍个来吧 说个年糕变小 先去卡卡的大脑里看看 既然啊 这里就是卡卡的大脑 奇怪 卡卡的肤色怎么是黑黑的 你懂什么 这叫古铜色皮肤 是最健康的肤色 好吧 原来卡卡的眼睛这么小 只有一个黑洞这么大 脸上的红色线条 应该就是暴露的妆容了吧 脚下的红色肯定是卡卡的时候了 等一下 这叫黑色的又是不鲜 还有股难闻的味道 这是卡卡的蛀牙 她的口臭味 就是从这些蛀牙里发出来的 我的天 蛀牙也太多了吧 你看就知道没有每天好好刷牙 让我来帮你清理清理 把蛀牙通通都拆掉 为什么我感觉拆完之后 说话嘴巴会漏风啊 那是因为你满嘴都入蛀牙 老的牙齿 我一个手带一张都能数得过来 我还是帮你换几颗新牙重上去吧 放心不收费 那就好 换上新牙舒服多了 小鱼儿谢谢你 小伙伴们 你们可千万必须看 可我不刷牙 要是牙齿像这样都变成蛀牙了 以后就没有牙齿吃饭了 再去蛋脑里看看 这块像河头一样的 就是看看的大脑了 从这边爬上去 哇 看看的大狼里 以前还关于这两只野人 看来看看每天想的 都是抓着野人保卫村庄 这边还有妮妮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看看除了抓野人 还一直想着妮妮 是否担心妮妮来威 等等 这个箱子里又是什么东西 不能看 这是秘密 妮妮对不起 我总是用你辫子 还偷吃你的零食 惹你生气 其实我只是想引起你的注意而已 怪不得妮妮说 看看老是欺负的 她肯定是个直男吧 一点红女孩的心思都不会 想吸引注意 结果变成了惹妮妮生气 小声点 你要是敢说出去 我就没脸见人了 放心吧 不说 我这段吃素材 能够进去妮妮的探了看看 不要不要 不能给你看 眼睛来了 这就是妮妮的探了 哇塞 妮妮的眼睛好大呀 水温温戴眼睛好漂亮 而且牙齿也很干净 看看你看看人家妮妮 不爱哄声呀 你看人家的牙齿眼睛干什么呀 重要的是看看大脑 心想我这心情惊在大肛里面 好家伙 全都是美食 妮妮你整天想的 不会除了干饭就是干饭吧 哪有 除了干饭我也还有想其他东西 确实有其他东西 怎么是三个帅气的小哥哥 好呀妮妮 刚还那么定情你 你在脑子里去生日其他小哥哥 太过分了 哪里过分了 小帅哥不犯法 看看每天惹我生气 我才不想他 娜娜 这是妮妮的小秘密 不行不行 这个绝对不能看 哼 我偏要看 虽然卡卡哥哥老是欺负我 但是他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好吃的 他内心教我怎么做成猫保护自己 有一次外出遇到了野人 最好看看哥哥愤不顾身党的行命保护我 所以我明天要去好好感谢卡卡哥 原来妮妮表面稀奇卡卡 其实那些人是很崇拜卡卡的 别提了 他那个木头 每次我想好好跟他说话 他就开始惹我生气 我再也不想理他了 卡卡妮妮其实并不是讨厌你的 下次你小心他的注意 记得有好一点的方法 别再让妮妮生气了 原来是这样 妮妮对不起 没想到他顺手解决了卡卡妮妮的烦恼 那么小伙伴们 看完妮妮老大姐的样子 跟你们想象的一样吗 下集完 下集完 过了